大家好 我是小江 一个男高年载 我现在还在随话 上次78的小宾馆住了四天了 四个晚上 头几个天还好 每天都有施工的 但头几天施工是下午 昨天就今天上午施工了 旁边有房子在装修 早上七八点就汪汪的响睡不了 然后就赶紧到附近找了一个小宾馆 重新找了一个 这个是特价房60块 我给他看吧 这是卫生间吧 这个条件就没有那个好了 比那个78的还是差得很远的 但是好在他便宜嘛 有空调能吹空调60块 是吧 这个特价房的话 他那个窗户是比较小的 我是住在这个房间 他这个宾馆最大的问题 这个房间就这个空调的动静太大了 好像货车的发动机一样响 但是没办法了 也没找到更好的 我这家宾馆也是挺大的 你看吧 那条轮胎已经报废了 我今天才发现 晚上 晚一点的话 把这条轮胎放上去 新轮胎 我的天呢 今天的温度超级高 太阳特别猛 30多度 人都快要晒中暑了 这一只挺好看的 你看吧 我把这个新轮胎换上去了 我发现这个轮胎更匹配啊 这个的话已经磨得很严重了 不能要了 这个内胎报废了 难怪 我说怎么情况 这地方搁成这样了 然后到网上再买一条这样的胎吧 把前面的换掉 这不是很匹配 我这里一辆经典的阿巴拉杠 这个车看起来蛮精致的 我靠天空就下雨了 呃 在后面时间差 是马来和陈永来吧 我做楼包 呃 打算找个地方吃个饭吧 这里有个痰肉 沙发炖菜 看看这个价格吧 火的话牛痰肉吧 一碗米饭就行了 这个比较 来了 这个就是牛痰肉啊 看见小小的 开饭了 嗯 嗯 这个牛肉 这个上菜速度很快 来了 来了就上了 小小的一碗 火烫 嗯 嗯 都是小甜牛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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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最高温度 31 实际35 嗯 温度还是比较热的 东北这边也有三刀豆 都挺有特色的 直接把这个汤吃 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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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碗 就是菜有点少 分量的话不大 嗯 这个好吃就是你来了马上就能吃 提前做好了的 嗯 嗯 嗯 之前吃得住那个大菜量的 帮我吃一下这个小菜量来挺好的 嗯 喝一点奶 刚好冷了 吃饱 嗯 吃得差不多了 可以 啊 吃好了 帮我吃一种这种小分量的情况 这这多段时间在东北这边多吃那个大分量的菜 干了个挺精致的味道还可以不腻 这边少烧烤 这边这个气温实在是热啊现在 哎呀八月份了还这么样 哇靠 嗯 嗯 要到八月底里吧可能还要一个月超过两块 没办法了 这个位置还有个肾病医院 呃 以我的生理数字应该不需要去看 哇 先回来吃压空调吧 刚才都忘记说那个价格了 那个小盘牛肉的话20块米饭2块22 消费的话一般吧 哇你看吧这边自驾游的不少啊 只升地价上要8是吧 奔驰牌的房车 他那个还带了那个 好像是帐篷还是干嘛的行李一架吧 我相爱湖南味道辣椒炒肉 相当有味 这里过湖南饭店 要不探店这个吧感觉没什么好搞的了 不知道拍什么啊 这边好多这种大饭店 这种效率比较高啊 我靠这个车帅啊 好时节好车 我这多少实力啊 这个车要多少实力啊 反正挺好看的 什么时候我也有辆就好 我你看吧那辆车也不错 这边人真的是有实力啊 相当有味 我一个人有点尴尬啊 这边我一个人尴尬 我这个东西蛮有特点的 这里面挺可以的 那个菜单 做哪里啊 我这个饭店还装出的挺好的 挺有氛围的 看一下吃什么 啊有点放不开呀 我是不是画好看呢 我靠这么贵 剁椒鱼头挺经典的 这多少钱 58的58的 哇 挺精致的 哇这个可以 红韵当头 68的半分就可以了 我这个炒肉划算 只要89块9 我这里面呢 菜真的是精致 看吗 这个菜单超精致 我感觉拿一个这个什么冲香骨油鸡 再拿一个这个辣椒炒肉 可以的 刚才本来想点那个68的鱼头 半分吧 刚才他说要等好久 哇这里面装修是真漂亮 哇那还有个玉 哦玉马 哇还有那个清元春 雪 真的太漂亮了 太精致了 辣椒炒肉 他这边的招牌吧 也不贵 啊还是吃一个辣椒炒肉吧 经典菜 还把辣椒鲜 鲜辣结合加上的味道 香菜又名湖南菜 中国历史悠久的八大菜系之一啊 在汉朝就已经形成菜系 哇这么历史悠久 哇这里跟米饭 然后我两个小咸菜吧 这个是那个什么葱油鸡吧 还一个那就炒肉没上 这边灯光超级的亮 这筷子怎么短了一截 我感觉这里面可能是 应该是这个东西吧 哎 怎么出不吃不了 我啊 掉了那个牙签 是这样的吧 这样就可以了 跟厂度差不多 我猜都看不到 兄弟们开饭了 哇天哪 炸那个小盒子还是不行 没法搞的 嗯 这里有个小菜 哇 这个 花生 挺好吃的 小碗米饭 这个是那个 松油鸡 嗯 嗯 味道比较清淡吧 比较符合口味 这个鸡肉面没有了 没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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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对这个湖南菜的了解 他菜量不会特别大 所以给了两个了 比较两个菜 东北本地菜的话 很大分量很大 不过一个也要三十多 四十块 本来想点一个鱼头的半分吧 当然听说那个比较慢嘛 而且那个有刺嘛 我就出来那么久 吃鱼的次数不多 因为有刺 然后那个碗印 呃 飘零比较高吧 这个可以啊 这个可以啊 吃鱼的啊 啊 吃鱼的啊 没有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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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这样终于可以了 就是角度有点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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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喜欢弯 这一个菜不够 等下就来了 味道弄得不错 嗯 最近东北 也热 也三多多 这么也看不住 嗯 还挺 对 哦 还有半天鸡头 还是湖南菜 四川菜 嗯 嗯 都挺符合我的口味的 因为我是香气的 在东北这边吃不太喜欢 都每天能将这么也热 没办法都不知道拍什么 就拍一拍吃饭 多消费的话也可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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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想熬熬过这个夏天 太难熬了这段时间 总是不想出门 这里面的空调 看着特别猛 应该只有十几度 真的 中凉空调吧 特别凉快 这弄的还挺精致的 有点小火焰 辣椒炒肉 小肉 吃了一定 还有这个辣椒炒肉吧 这分量还可以 这是啥 这个是那个木 白木 这肉 你看切的好漂亮 他辣椒不辣 他用的是那个螺丝椒 这味道真的是最好 有点咸嘛 有点换了一点脑干妈 豆豉椒 这些习惯 刚才问我要几碗米饭 难怪这么小一碗 我能吃三四碗 如果两个菜差不多 两个菜差不多 两个菜差不多 好吃 有点尴尬 有点尴尬 自媒体的最高境界就是 靠吃饭 吃饭 真的 你听懂了吗 那个服务员小姐姐 老子在我这里徘徊 有点尴尬 嗯 他都吃完了 还有点米饭 我这个吃完就差不多了 这个辣椒一点都不辣 挺好的 口感非常好 再吃了一下 差不多了 哇 在这边拍视频呢 是差不多了 两个菜一碗米饭刚刚好 这边还有wifi 这一口真正的好吃 确实好吃 那湖南菜 那边还有原生甲鱼 哇 那个饭店装修饰真的挺美 买了 一共稍费69块9吧 但是我是付了69 那个服务员少69 我直接少69 就走了 还好没用纸巾呢 不然话又多几块了 我看看这个价位吧 这个香爱辣椒炒肉 他用的是螺丝椒 非常好吃 29块9 这个骨油鸡半汁 是吧 36米饭3块 筷子头一个 这个消费怎么样 还是习惯湖南菜啊 四川菜啊 江西菜 真的 这些地方炒的菜特别好吃 他的分量化比较正常 像我这段时间在东北这边了 老是吃撑了 那有的那个一个菜30多块吗 但是分量太大了 这个的话比较正常吧 吃的刚刚好 美滋滋 主要的话味道确实比较正常吧 可能明天要走吧 继续出发了可能 在这里搭理几天了 今天又是非常奥利给的一点